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關注的是 在這個最新消息 俄國國防部發布了消息表示 俄軍用了5枚的伊斯坎德爾M戰術導彈 打擊了烏克蘭尼古拉耶夫的 坦克裝甲車工廠 而且全部命中了目標 根據這個報導是摧毀了 10輛的烏軍的裝甲車 有6輛的坦克 請教李將軍 其實這個俄烏戰爭打到現在 我覺得大概分為幾個地方來看 第一個是庫爾斯克那邊 庫爾斯克我看到今天早上最新的 雙方的這種作戰的情形來講的話 大概俄軍已經這個口袋站住 那個口快收起來了 那兩個口的距離 就是口袋的距離只有18公里 也就是說東邊的俄軍 跟西邊的俄軍來講的話 互相的火炮都可以支援到對方 所以說等到這口袋收起來的話 我相信烏克蘭部隊可能在這邊 沒有辦法再退出去 那伊斯坎德爾他屬於戰術導彈 也就是高價值的武器 高價值的武器來講的話 其實現在來講 俄羅斯來講也非常珍惜這種武器 一定省著點用 那他用來打什麼呢 就很明顯現在來打了 就是這個他的坦克裝甲工廠 當你一個工廠被消滅了之後 被打擊之後 其實你就沒有後續的產能了 沒有後續的產能來講 代表你沒有持續的戰力 我們看到二次世界大戰 大概美國對德國的轟炸來講 都是攻擊他的工業區 就把你工業區這個炸掉之後 你就沒有後續的產能 可以剩下坦克 其實這是所謂的直接 這個抽根的這種方式 那我相信這次來講 俄羅斯來講在伊斯坎特打擊 他這個工廠打掉以後 對烏克蘭來講其實是很嚴重 因為他的這個戰車 可能就沒有辦法生產出來 那另外來講幾個地方也很明顯 不管是紅軍村 或者是扎波羅勒這邊 也看得出來這個俄羅斯的部隊 正在加緊攻勢 那現在俄烏戰爭來講 面臨一個時間就是 剛好是他的翻江級 這幾天剛好是下雨雨季 地面上面凝凝不堪 大概不利於各種雙方來講 坦克或者是輪行車輛 不適合他們的機動跟運動 可是等到傑兵起之後 那就又是一番狀況 尤其是我認為最嚴重的是明年 那現在如果說是 我個人認為普京來講的話 他就不會僅以烏東四個州 就頓巴斯這四個州為目標了 他可能目標直接推向聶伯和 當然這個澤敦斯基 現在提出他的勝利計畫 那有關勝利計畫 其中有五點的內容 那讓我們看著瞠目結實 覺得說小澤現在好像是 生活在一個平行時空 他到底對他自己的戰局 了不了解 清不清楚 所以我覺得俄烏戰爭 可能在明年等到 美國選舉完之後 美國可能這個時候 會讓雙方走上一個談判桌 不管是川普當選 或者是賀錦麗當選 應該北約這些國家 都沒有力氣再打下去 是 好 說到俄烏的部分 我們也來看到持續請教 看到是南韓國家情報院 在10月18號的報導 表示說北韓現在決定要來派遣 好 特種部隊四個旅的兵力 來協助俄羅斯作戰 這個總人數呢 大約是1.2萬人左右 而且第一批 1500名的特種部隊 已經抵達到了俄國的遠東地區 烏軍的這個軍方也發布了影片 表示北韓軍人在遠東地區 接受俄軍的一個物資訓練 那麼影片當中就聽到北韓的口音說 不要跌倒出來等等的 那左燃斯基在時刻表示 北韓準備派兵1萬人來協助俄羅斯 攻打烏克蘭 烏方的情報局表示 第一支有2600名的北韓士兵 組成的部隊 將要來前往俄羅斯的庫爾斯克 那麼自媒體認為說 俄羅斯是以此來升級 對烏克蘭戰爭 普丁的舉動就是要測試 國際決心的一個極限 我覺得這跟測試什麼國際決心 沒什麼關係啊 主要就是 第一個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為目前只有烏克蘭跟南韓 就是指正立地 可是這個影片到底是真的假的 目前其實沒有人知道 那這恐怕還要經過進一步查核 那當然以現在 北韓跟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他會派人支援他 我覺得也不算是太奇怪的事情 可是他們大概會遵守一個規範 就是說你看他這邊也講 他是會派去庫斯克 所以就是他只在俄羅斯境內作戰 也就是他不會到俄羅斯境外 也就是關於烏克蘭戰爭 他可能不會直接參與 但是在庫斯克這邊 因為那是俄羅斯自己的領土 所以北韓是有可能會去 那我覺得對北韓來講 其實有這個機會 對他們是件好事 什麼好事 第一個就是培養自己的作戰經驗 你要知道北韓軍隊人數非常龐大 可是呢 他們已經好幾十年沒有打過仗 幾乎沒有什麼作戰的經驗 他跟南韓之間 偶爾每隔幾年都會發生一些 零星的衝突沒有錯 但是並沒有失資的戰爭 那北韓也不可能派軍隊到海外 去進行什麼作戰 所以這對他來講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機會 那他到目前為止已經提供了俄羅斯 據說超過800萬枚各式炮彈 那俄羅斯當然也蠻以重 他因為俄羅斯自己的軍工生產能力 不像以前那麼好 所以他也需要北韓的一些幫助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北韓可以趁這一些 給俄羅斯一些幫忙 一方面提升自己軍隊的戰力 然後有實戰的經驗 能夠了解現代戰爭到底要這麼大 另外一方面也是 可以從俄羅斯裡面 拿到更多的一些好處 包括技術的提升 包括其他的一些資源 我覺得這個對兩國來講 目前看起來都是有利 那對普丁來說的話 如果有人願意提供給我的軍隊 能夠幫我增強我的戰力 不用我俄羅斯自己死人 合得惡不惟 對不對 對他來講剛好是這樣 那目前庫斯科這邊的戰局 那當然烏克蘭是沒有承認 可是你去看好幾個 就是有在報導 這個庫斯科那邊相關戰事 你會發現 澤倫斯基不願意告訴你的事 他之前宣稱佔了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現在大概丟掉一半 他已經越來越被壓縮了 所以很多很多在問說 你如果再不撤退的話 這些人恐怕到最後是撤不走 像剛剛立將軍講的 等他口袋一旦真的合圍 你就再見 你就逃不出去 那你把這個精銳損失在庫斯科 那請問一下你還有什麼力量去 守住烏冬現在越來越艱困的局面 所以我覺得澤倫斯基真的 不要再去幻想什麼勝利計畫 他那個勝利計畫基本上就是賣主產 然後希望這些西方國家願意幫他 但是西方國家不是傻瓜 我買你那個主產幹什麼 那個主產也沒有用 對不對 我投入大量的資源到這個邊去 請問一下我什麼時候才有機會 去開發這些東西 根本不可能嘛 所以不要呆了 澤倫斯基現在更狂了 他想借由北韓這一次 加入來把那個擴大變成世界大戰 這就是澤倫斯基一心想的 可是我覺得澤倫斯基老兄你想太多了 沒有人會為烏克蘭去做這麼大的犧牲 你還是想想務實的辦法 是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喜歡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積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敷衍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黨限出精的 保養日常 防晒凝露 我們加入了 集團 门 辣 砍